現在潮流輕飄飄的蛋糕 但口感綿密紮實的紐約芝士蛋糕 依然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第一名 基本是以忌廉芝士、蛋和糖去做 但每間做法都不同 有些有餅底增加口感 有些會加入檸檬、酸忌廉去平衡芝士的膩感 這次我們就找來五間香港美式芝士蛋糕出名的餐廳 而質感和味道作準 看看哪一間最好吃 蛋糕主要成份是忌廉芝士 所以口感要紮實得來又幼滑 還要有芝士味 有沒有加入酸忌廉或者檸檬汁 平衡芝士的膩感都很重要 這間上年由美國來香港 萬事長期要排隊的店 上桌子上桌子是冷的 表面的酸忌廉已經1cm厚 切下去有少許實 芝士味蠻突出 不過多吃兩口就有點膩 就算有酸忌廉都不算很平衡 這間美國來的千層蛋糕一向出名 芝士蛋糕又如何呢 這間蛋糕不是味色而是法式 不過在06年被紐約 magazine 稱為紐約最佳芝士蛋糕 表面的酸忌廉一樣有1cm 切下去比傳統的輕身 芝士味未算好突出 不過和檸檬味平衡得很好 餅底薄到和沒有的差不多 這間餅店的芝士蛋糕最經典 入口順滑 吃下去有微微的芝士鹹味 不過沒有酸忌廉和餅底 但配上上層的乳酸忌廉和白朱古力 整體都很豐富 這間酒店的美式餐廳 食物一向大份 一切下去已經感覺到好實 芝士味很重 吃多兩口都挺膩 餅底硬得來挺鬆化 配上口感也不錯 最後這個香港品牌以芝士蛋糕聞名 顏色又是怎樣呢 估計因為芝士牌子的關係 芝士的鹹味都挺突出 有少少檸檬味 偏軟身口感不算十分好 有少許的 防腦 幸福 可口感不含 懂得來 小汽車 小汽車 友ポー 禁酒 風 小汽車 有